之前台湾发生了有不肖厂商 从中国大陆进口口罩 要混冲MIT台湾制的口罩 那么为了防堵这样的状况 指挥中心本来宣布 从9月17号开始 双钢印的口罩将要来实施 掌心的制度 不过现在能把这个日期 往后延到了9月24号 多争取一点时间来上路 那么超商实名口罩的部分 则是要等到10月12号 才能够买到双钢印的口罩 而为了要防止新旧标示 造成混乱 那么指挥中心也同步拍板 要恢复全数征用国产医用口罩 等到市场的供应稳定了 这个双钢印口罩都可以拿到之后 才会改为定额征用 开放厂商自由买卖 不过却有厂商抱怨 说这个公告来得太突然了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公文 而且已经接到了订单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机台不停运转 古轮在口罩上 逐一打上MIT跟MD 医用钢印 原本公告像这样的双钢印口罩 17号就能买到 但现在时间延迟了 河南工厂端要更换滚轮 物流端还有通路端 也需要作业时间 民众得等到24号 才能在药局买到实名制 双钢印口罩 超商方面则要等到10月12号 滚轮的就是滑倒倒不下来 那本来想到另外变通的方式 可是发觉说因为这前几天都很少 一直到礼拜六才有168台才会进来 到今天20% 所以显然是没有办法 除了双钢印延迟 从24号开始 国产医用口罩也将恢复全面征用 等到药局跟超商都可以稳定供应双钢印口罩后 才会重新开放自由市场买卖 突起来的震撼弹让业者措手不及 还没看到那个公文 应该可能到了10月中还是10月底那里 指挥中心的双钢印政策 要防堵混冲口罩还要三管齐下 厂商在进口口罩前 必须先跟经济部申请输入许可 通关时逐批查验后续留项也要交代 对于口罩工厂还有市场端部分 外服部跟经济部也都会不定期抽验 全力防堵卫标 而主管口罩的食用署 从混冲口罩事件爆发以来 至今一直都没有对外发言 甚至风口不谈 也遭到外界跑轰 任何人讲都可以 只要他们习惯叫我讲 基本就是那时候是为了要统一 让他能够定调 部长如今都快变成食用署发言人 也难免会被质疑 是否人为一言堂 这段我们是很听到的